大家好,今天大家分享一部漫威科幻杰作《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 这也是迄今漫威票房最高的电影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退休的鹰眼和女儿正练习射箭 妻子和小儿子在旁边玩耍,家庭气氛温馨 午餐时间到了,鹰眼回头想叫女儿和家人一起吃饭 却突然发现他们都不见了,留他一个人在震惊和困惑中 观众知道,这是因为复仇者联盟3,无限战争中灭霸的响指导致了宇宙中一半生命的消失 在泰坦星废墟上,托尼斯塔克和星云成为了唯一的幸存者 依靠银河护卫队遗留的飞船,他们启程返回地球 在宇宙浩瀚的背景下,航行已持续了22天 随着飞船燃料的耗尽和氧气的减少 他们面对着距离地球数千光年的现实,感到极度无助 就在这时,一束金色光芒出现,逐渐显现为人形惊奇队长 他将托尼和星云以及飞船一同带回地球,结束了他们的绝境之旅 在复仇者联盟总部,成员们紧急集合 托尼斯塔克看到失踪人口名单中彼得·帕克小蜘蛛的名字后情绪失控 大家都表示要找到灭霸复仇 这时,火箭浣熊揭露,最近在一个远处小行星上探测到了与灭霸使用无线手套相似的能量波动 推测灭霸可能藏匿在那里 复仇者们穿越星际,来到灭霸隐居的星球 这里,灭霸已经过上农夫生活,正在准备鲜岩煮地瓜 复仇者们突然来袭,索尔一斧头砍下了他的手臂,试图夺回无线手套 但他们发现手套上的宝石已经不见了 灭霸解释,他已经用宝石达到了所谓的平衡,并且两天前利用宝石的力量将它们全部摧毁 自己也差点丧命 复仇者们意识到,他们失去了最后的希望,因为无线宝石已经不存在了 岁月如梭,转眼已是五年 这期间,惊奇队长因外星任务而离开了地球 复仇者联盟也解散了,成员们开启了各自的新篇章 只有美国队长和黑寡妇决定留守基地 一天,一个小老鼠无意中开启了量子通道,释放了蚁人斯科特朗 斯科特发现自己的女儿已经长大 意识到自己在量子领域中的几小时,外界已经过去了五年 为了搞清发生的事情,斯科特找到复仇者基地 分享了他的经历和理论 量子领域时间的不固定性可能允许他们穿越到过去,改变未来 美国队长认为这个方案可行,但他们需要托尼斯塔克的帮助 在过去的五年里,托尼斯塔克实现了他的梦想生活 与小辣椒以及可爱的女儿在湖边别墅中幸福地生活 然而,美队的到来,希望托尼参与通过量子领域穿越时空的计划 但托尼,现在是个有家世的人,更看重和家人的爱与责任 因此拒绝了这个计划 托尼认为斯科特的理论不可能实现,不想这个冒险 被托尼拒绝后,美国队长并未放弃,转而求助于班纳博士 班纳在过去五年中在加码技术上取得了巨大进步 成功融合了自己的智慧与绿巨人的力量 尽管时空穿越不是班纳的专长 但他在听到美国队长,黑寡妇和蚁人的请求后 决定尝试帮助他们 尽管任务有很大的风险 实验开始后,斯科特成功回到了现实世界 但它变成了婴儿的模样,让大家感到困惑 班纳紧张地调整设备,试图解决问题 但只是让情况更加混乱 最终,黑寡妇拔掉了电源 意外地让斯科特恢复了正常 虽然实验部分成功,但也暴露了许多问题 需要更精确地控制时空穿梭过程 托尼斯塔克及时出现并提供了解决方案 就是解决量子纠缠的装置 为实验的继续提供了希望 在托尼斯塔克提出解决方案后 美国队长意识到需要更多人来完成任务 星云、火箭和罗德都自愿加入了团队 为了进一步增强力量 班纳和火箭去找索尔 他们来到索尔在地球上的新家 却发现他颓废不堪 整天沉迷于酒精和电子游戏 最终 火箭通过暗示飞船上被有充足的啤酒 而让成功拉索而入火 鹰眼的家人因灭霸的行动而消失 这让他彻底改变了生活方式 成为了一名职业杀手 当黑寡妇告诉他可能找到家人的方法时 他毫不犹豫地放下手中的一切 重新加入了旧友们的行列 准备共同面对接下来的挑战 希望能够让失踪的家人回到身边 在这个关键时刻 几乎所有还活着的超级英雄都聚集起来 他们的目标很明确 通过一个量子通道回到过去 收集所有的无限宝石 然后利用宝石的力量 恢复因灭霸而消失的一半生命 最后将宝石归还到原来的时间线 为了验证量子通道的可行性 鹰眼主动请鹰成为测试对象 穿着特制战衣 通过通道穿越到了家人尚未消失的时间线 他成功地取回了儿子的棒球手套 证明了方案是可行的 实验成功了 大家对托尼的技术更有信心了 但皮母粒子不多 大家只有一次机会 因此小心翼翼地准备穿梭回去行动 穿越回过去 为了获取时间宝石 班纳找到了史蒂芬斯特兰奇博士 但此时的斯特兰奇还未成为奇异博士 时间宝石仍有古一法师保管 起初古一不愿意给班纳宝石 然而 当班纳告诉古一 未来斯特兰奇自愿把时间宝石交给了灭霸时 古一大为震惊 他意识到斯特兰奇是未来最强法师的选择者 如果他这么做了 一定有重要原因 因此 古一决定相信斯特兰奇的判断 将时间宝石交给了班纳 希望他们能用这力量恢复宇宙平衡 回到2012年的纽约 队长美国史蒂夫·罗杰斯 托尼斯塔克 布鲁斯·班纳和斯科特朗 已人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 收集三颗无限宝石 然而 他们的计划受挫 空间宝石被洛基抢走 让他们陷入困境 为解决这一难题 托尼和斯科特决定返回未来 而史蒂夫和托尼则穿越到1970年 以获取所需物品 在那里 托尼不仅成功拿到宇宙魔方 还与年轻时的父亲重逢 也弥补了之前和父亲间的遗憾 索尔和浣雄也来到了2013年的阿斯加德 他们的目标是获取现实宝石 也就是以太粒子 然而索尔在见到过去的母亲后 情绪陷入崩溃 他痛哭失声 完全忘记了任务 幸好 母亲及时对他进行了心理疏导 帮助他重新振作 很快索尔就重拾了斗志 准备继续执行任务 与此同时 浣雄利用这段时间成功拿到了以太粒子 顺利完成了这次时间旅行的任务 罗德和星云来到了摩拉格星球 寻找力量宝石宇宙灵球 得到星爵的帮助 他们打开了通往宇宙灵球的石门 星云成功取下了宝石 然而 返回途中 星云的机械身体突然发生故障 与2014年的自己发生了记忆同步 将他的记忆投射给了那个时代的灭霸 灭霸得知自己未来将被杀 并察觉到了复仇者们的时间穿越计划 随即前往摩拉格星球 并将星云俘虏 让坏星云代替他回到未来 以破坏复仇者们的计划 与此同时 黑寡妇和鹰眼来到了沃米尔星球 见到了灵魂宝石的守护者红骷髅 红骷髅告诉他们 只有付出所爱之人的生命 才能获得灵魂宝石 这个消息让两人陷入沉默 因为他们都不愿意让对方牺牲 在一番激烈的争执后 最终 牺牲的人成为了黑寡妇 鹰眼虽然痛苦不已 但他最终获得了灵魂宝石 完成了任务 众人带着收集到的宝石回到未来 单位发现星云 其实是2014年的坏星云伪装 他们担心黑寡妇未归的原因 只见鹰眼黯然沉默 所有人立刻明白了 黑寡妇已经牺牲了 托尼制造了一个纳米无线手套 将六颗无线宝石镶嵌齐上 准备迎接最终一战 然而 面对宇宙的存亡 谁来承担这个关键的责任 成为了众人争议的焦点 最终 班娜自告奋勇 以她的绿巨人身份 自信能够承受宝石的能量 众人协助她做好防护 隔离了整个房间 当班娜戴上无线手套时 一股强大的能量涌入她的身体 带来了剧痛 但她毫不退缩 义无反顾地完成了降止 世界顿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失去的生命都回到了现实 然而 这一壮举并非毫无代价 班娜的右臂也因此残缺不全 尽管如此 对她来说 为了宇宙的和平 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复仇者们在取得胜利后 沉浸在庆祝的氛围中 但他们没有料到 坏星云利用量子通道 将灭霸的整个舰队 传送到了他们的基地 灭霸毫不犹豫地向基地发射炮弹 将复仇者的据点 炸成了一片废墟 在废墟中 班娜拼尽全力支撑着倒塌的墙壁 而威罗德和浣雄则紧急施展救援 与此同时 蚁人运用其变身技能 避过了灭霸的炮火 鹰眼意识到局势的危急 匆忙抓起无线手套试图逃脱 然而灭霸的吉塔瑞大军已经追了上来 与此同时 复联三巨头队长 托尼和索尔来到了与灭霸对峙的地点 索尔威风凛凛地挥舞着雷神之锤和风暴战斧 战斗的气氛紧张而激烈 灭霸向他们解释 他原本认为消灭宇宙半数的生命会带来繁荣 但他意识到只要还有人牵挂着过去 就不可能接受未来 因此他改变了计划 决定彻底消灭宇宙的生命 然后用无限宝石创造一个全新的宇宙 面对这一疯狂的计划 三巨头自然要出手向抗 但他们的力量似乎无法与灭霸相抗衡 托尼被打云在地 索尔也完全被压制 就在危急时刻 雷神之锤突然从空中砸向灭霸 然后飞回了队长的手中 然而 即使队长全力以赴 仍然不敌灭霸的强大力量 就连他手中的震惊盾牌也被灭霸砍成碎片 灭霸随后调集了全部军力 准备对地球进行彻底的毁灭 托尼看到奇异博士笔划的手势 立即意识到 这是奇异博士之前所说的那一种胜利的可能性 毫不犹豫 他冲上前去 试图夺下灭霸手上的无限手套 虽然最终被灭霸一拳击飞 但托尼已经达到了他的目标 因为这只无限手套正是他亲手制造的 他只需一个指令 六颗宝石就将被他拿到手 托尼完成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使命 他打响了那个决定宇宙存亡的响指 随着托尼的动作 灭霸的庞大军队全部灰飞烟灭 而灭霸本人也无奈地坐在地上 最终也消失了 但此刻 托尼以凡人之躯打了响指之后 也生命垂危 在托尼斯塔克英勇牺牲后 复仇者们举行了一场专属的钢铁侠葬礼 整个世界都悼念着这位伟大的英雄 纷纷为他送上最后的告别 随着葬礼的结束 复仇者们回到了各自的平凡生活中 索尔决定将阿斯加德国王的位置交给女武神 并选择跟随银河护卫队去探索新的天地 到了归还宝石的时候 班纳已经造出了新的量子通道 队长决定亲自将六颗宝石和雷神之锤 还回原来的时间 然而 当他穿越回去后 再也没有回到现在 后来 巴基看到老年的队长静静地坐在河边 原来 队长选择留在过去 与初恋佩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并将盾牌传给了猎鹰 让他成为下一任美国队长 到此影片结束